宝马的车机除了语音唤醒之外 还能通过手写去输入 大家知道吗 有些人嫌弃宝马车机的语音唤醒功能比较弱子 他也不喜欢在上面车机上面去操作 因为在实际开车过程中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 尤其在收割的过程中 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比较危险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手写 大家都知道中控有一个i driver的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其实 主力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上面是可以写字的 那怎么操作呢 比如说我要收割 我我搜索音乐 这边就进入到他的一个搜写界界面了 我这边就可以写字 这个识别度还是挺高的 大家看我写什么字 那他认为是熊 然后我写天 天平 那他变成熊天平了 是吧 好 那我就可以 确认就好了 他就会收熊天平的歌了 对不对 是吧 你的眼睛 血红鸟都出来了 那有些人说这个 这个旋钮上面写字 不灵怎么办 不灵是因为你有个设置没开 我告诉你在哪里 在这边 大家可以上总特地搜索 了解各种真实车主的用头体验 设置里面 通用设置里面有一个触控板 触控板里面有一个 这个字符输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把它取消掉 他就写不了了 看一下 再看一下搜索音乐 他就写不了了 没用了 所以就是这个字符 输入要把它勾起来 就可以了 最近放暑假 接送孩子的机会都没 所以 爱山很少开 就用X3来讲一讲 但是这个功能 爱山跟X3上面都一样